2018年7月28日,对俄罗斯海军来说是个大日子,因为这一天,他们迎来了自27年前红海军解体以来,第一艘中大型水面主力战舰,你没看错, 这么多年来俄海军就没有接收过哪怕一艘新建造的4000吨以上的大舰,这艘创造俄海军历史的战舰就是22,350型神盾护卫舰首舰,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,标准排水量4550吨,以054A导弹护卫舰大约1000吨,但是,22,350型神盾护卫舰,在俄海军中的地位,可不像054A护卫舰, 在人民海军中那样,而是被正儿八经当作与现代籍,无为籍驱逐舰,一样的头等主力舰来用的,22,350型神盾护卫舰首舰,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,在此之前,俄罗斯海军也陆续接收了一些红海军解体之后建造的水面舰艇, 但大多数是几百吨,或者一两千吨的轻型护卫舰,虽然这些中小型舰艇由于装备了射程超过1500公里,可垂直发射的口径陆弓型巡航导弹,被媒体或一些军迷战为迷你战列舰, 但俄海军自己对排水量3000吨以上,远洋自持力和作战能力,真正达标的大舰是真的望穿秋水,近30年没有接收一艘全新建造的水面主力战舰,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,其次才是技术问题,不但没钱造舰,也没什么经费保养现役战舰, 所以我们时不时能看到舰体袖技帆帆的无尾级大型、帆潜舰、现代极驱逐舰等,在同样老旧的游水部挤船、突船的陪同下出现在大洋上,无尾级大型反潜舰特里布辞海军上将号,而且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,既然每年获得的不款很不充足,就更的集中用到刀刃上,那就是对俄罗斯来说是大国基石帆存在的核潜艇, 从这些年来的公开报道可以看出,俄海军的装备发展,核尾纸的先后顺序大致是,战略型核潜艇、攻击型核潜艇、基洛夫及核动力巡洋舰、光荣及巡洋舰、无尾级大型反潜舰、现代极导弹驱逐舰,但是显然,到了今时今日,只是对基洛夫及光荣及巡洋舰等进行升级改造,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未来海上作战的需要, 而核潜艇虽好,奈何威力太大,隐蔽性要求又太高,不足以维持俄海军在利益攸关海域,保持常态性力量存在,这些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第一款神盾舰诞生的主要因素, 之所以这款俄式神盾舰吨位相比其他国家的盾舰小不少,甚至可能是最小的一款盾舰,原因顺序就反过来了,先是跟设计建造能力有关,其次才跟前有关,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神盾舰与击落其潜艇同框,可以直观地看出其大小,22350型神盾舰开工的时间是2006年,本来如果能按原计划,再三年内舰玩交付的话, 俄海军装备盾舰的进度并不会比隔壁大国晚多久,因为隔壁大国海军也是差不多,在同一年才列装第一款神,盾舰052C型,而且在接收了首批两艘之后,一直拖了七年之久,才开始接收第二批052C型神盾舰, 俄罗斯在建造22350型神盾舰时,遇到了与052C型神盾舰首批列装后测试时类似的问题, 舰在有缘向控制雷达性能不稳定,受海面杂波干扰严重,无法稳定跟踪和锁定来袭目标, 但是除了向控制雷达,22350型神盾舰的其他船电系统,导弹垂直发射系统,配套的防空和反舰导弹等, 也是问题不断,所以当这些问题被一一解决,该型舰终于通过俄国家测试时,时间也来到了2018年7月, 而这时,隔壁大国早已停止建造052C型神盾舰,改进型052D,052E型驱逐舰已经服役核建造了快20艘了, 052D型核肥舰和054A型运程舰去年参加了俄罗斯海军越舰式,俄罗斯塔斯舍是这么看22350型神盾舰舰舰交付俄海军的事儿的, 虽然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,好歹不远的将来可能面临服役就落后的问题, 但对于近30年未天一见,应该是说中大型战舰的俄罗斯海军来说, 这款全新设计建造的战舰将是齐水面舰队复苏的发端, 而生意人报、卫星网等媒体的点评则更加接地气, 从此我们终于不用再对着阿利伯克级、052D、艾道级这样的邻国神盾舰流口水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